这是日本队的第一号双打也是世界冠军组和基多和亨德拉 今天代表日本出赛的是早川咸一和树野健太 今天这场比赛应该说是整个的汤油杯的赛程当中的最惹人注目的一天 这也是今年的第六比赛日的较量 对于杀进半决赛阶段的日本队来讲 那么他们要想从世界冠军马基斯和亨德拉手上来拿一分 这个难度非常的大 而刚才他们的小将田二贤一已经是在第一单打比赛里面的输球 国日本队之前他们战胜马来西亚队 也是在一单和一双都输球的情况下 后面的三场比赛是连续战胜了马来西亚队的组合和球员 从而是三比二反败为胜 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 而使马来西亚队的命运处于到了一个不受自己掌控的命运当中 日本队的这对组合呢 他们的世界排名呢是27 职业生亚队获送的场次是49胜 31负 2010赛季的战绩是8胜6负 之前呢这两队组合呢曾经有过一次碰面 是印尼队的选手获胜 2009年的法国超级赛里边 这次碰面当时呢 马基斯和亨德拉是21比16和21比11 直落两局的比分 目前呢基多和这个亨德拉这队组合呢 现在是世界排名第三 但是他们呢是两度的世界冠军得主 这场比赛的这个裁判呢 是主裁判是来自于中国 而发球裁判是来自于中国香港 这场比赛的这场比赛 今天晚上中国队和马来西亚的这另外一场半决赛 也应该说是大家非常的期待的比赛 基多的身高只有一米六五 但是呢他确实是非常的身体素质非常的好 虽然身材呢比较矮小 但是他在场上的这个杀球能力相当的强 而他跟这个亨德拉呢是从2005年开始呢 就配对搭档 这些年来呢成绩一直都非常的稳定 目前呢这一对选手呢是以 自由的自由职业运动员的身份的来参加比赛 自由职业运动员的身份的 来看呢呃这对印尼的组合呢 并没有太好的这个发挥 当然这比赛一开始首先在